早安 今天是虎外教學日 我們第一站要帶大家到老闆的高中同學開了早午餐店 大家看一下早午餐店 聽說很好吃 是蘇澳鎮上賣的最好的早餐店 因為我們有先預訂 所以早就已經來了 超厲害的 我這個是減糖早餐 很少在早餐店有看到減糖早餐 鹹豬肉蛋餅 鹹豬肉蛋餅也是他們的早餐 對 招牌 然後他們自己炒辣椒試試看 辣椒 來來吃吃看 然後我馬上吃給大家看 看你吃就覺得很好吃 好吃耶 我喜歡 那歡迎大家有來宜蘭來蘇澳的花槌來吃這一家 很好吃 吃進吃進 趕快吃吃看 好燙喔 它的感覺是燙 我覺得應該要拿筷子 用茶匙然後 會散掉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很好吃 好吃 肉蛋吐司也是老闆養大推的 給大家看一下 那是不是吃起來也是很容易就比較短 嗯 那它就是煎得很剛好不會很柴 不會覺得很不柴 然後鹹豬了你覺得可以嗎 因為我吃比較淡 剛好 你正常吃的就會覺得很剛好 讚 最後有一個這個是什麼東西 鐵板麵 什麼的鐵板麵 黑胡椒鐵板麵 黑胡椒 那邊很燙 應該太燙 我怎麼沒有辦法 黑胡椒鐵板麵是記憶的味道嗎 嗯 對 還是我記憶中的味道 沒有錯 柏利早餐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豬排 豬排 豬排這個我非常非常的注重 所以我來幫大家吃吃看 這個我很嘗試 然後這個是荷蜂醬 我先吃吃看它的原味 看它真的鹹鹹 它很好吃耶 它自己是有醃過的 然後 你看 這樣就斷了耶 我最怕那種咬不斷了 我覺得這個不錯 但 它雖然是鹹糖早餐 但是味道還是比較清淡 像我是比較清淡 會覺得稍微偏鹹一些 但是整個口感是很好的 這個很脆 嗯 這個是老闆招待的 超厲害 吃看看 哇 很多汁耶 看起來就很好吃 它還在滴 它就很暢 很嫩耶 好嫩 很嫩 又有醬汁 又有酸湯耶 大酸醬 大酸醬 大酸醬他們自己做的 好香喔 真的推薦大家有機會啦 他們要來試吃看看 哈拉烤相宅口 在大同路 89號 對89號 對89號 這裡還有汪美講喔 你不需要很厲害才開始 但你要開始了才會很厲害 YA 我們第二站來到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大酸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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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 我們來採訪各位選手 優勝 我一定可以贏得這隻奶茶 啊你有覺得你有機會得到奶茶嗎 我隔壁有一個神經病 這位老背少 老來胖子 那是誰 哇塞 那是誰 這很高 大酸醬 各就各位 快點 各就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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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第一的喔 來到你們的點點囉 第一屆虎奧運杯 計時 開始 開始 太無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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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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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快點點到你的位置了 這個很雷 啊這個離開他輸了 所以我們勾勵比這位選手 什麼 要贏的珍珠奶茶 這第一次 耶 我們店叫什麼名字 豬乳食 超好吃的 我都來不及拍 就已經吃成這樣 這個滷味超好吃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辣椒醬很香 超好吃 這一間很推 超推 大家好我是宜蘭虎咖啡虎老闆 嗨大家好 我是台中阿妹 我們今天來到國立傳譯中心 然後我們來野餐 那我們今天帶非常有趣的咖啡器材來煮咖啡 因為既然是野餐嘛 所以為了要減輕負擔 我們帶了一個非常輕量的手沖濾杯 那這個濾杯 你看它長這麼小 然後又沒有辦法折疊 就這樣子而已耶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濾杯的三分之一處的底部而已 待會我們就是靠它來撐住我們的濾紙 然後來做沖煮 這樣 那我們就來馬上試試看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用什麼豆子啊 是哥斯大里家的小蜜蜂 哥斯大里家的小蜜蜂 這隻豆子很香 香氣非常好 粉末系的 那我們就開始沖囉 沖煮的時候 就稍微有點椭圓這樣子 那在等待的時候來訪問阿妹好了 台中田蔡根小姐 那你來宜蘭幾年啦 來宜蘭 滿一年囉 滿一年了對不對 對 那對宜蘭最大的印象是什麼 印象就是很常在下雨 很常在下雨啊 宜蘭的天氣 空氣這麼好 然後水這麼好 就是因為很常下雨的關係 好這樣就完成了 來來 好像不錯耶 味道還不錯 香氣很好 其實比想像中好很多 因為它其實不是很好沖 因為它的濾杯高度的關係 你變成在沖煮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水位也要控制在一個高度以下 所以它其實整體沖起來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充滿趣味 我覺得很適合今天在這種野餐環境沖煮 有非常多的變陰對不對 然後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但是沖出來又覺得滿開心的 滿驚喜的 那現在喝完咖啡 我們要準備前往我們下一站 要去我們的園區裡面做手拉胚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去吧